可思恩會到 那王宏威會到 徐巧欣也會到 15號上午藍營在台南開獎 見著賴清德故鄉異味濃厚 綠營沒再怕同天下午宣長登場 這一場党主張本來就有所規劃 但是國民黨既然在6月15號 親盟大豪 第一站就硬要來 賴清德感應去挑釁異味濃厚 藍營和清營週末肉搏拼場 但有藍營基層 不滿黨中央要求各縣市 比照大選規模辦理 但動員場地器材等經費 都需由地方自行仇促 引發基層叫苦連天 藍營宣長還沒看到成效先引起基層不滿 而民眾黨則是想辦宣長 見不到立法院周邊場地 現在喊話要辦電視辯論 民眾黨晚一步場地早就被搶光 從下鄉宣導到電視辯論通通沒在跟點上 3D新聞 學長委屈都沒一台報導 而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見哲選新美市長連日來 地方布局也很多 還曾經探尋是不是有藍白河的可能 那國民黨北市議員劉彩薇開出了反昌第一槍 他甚至開栓黃國昌是不是乾脆就加入國民黨好了 他說如果你跟李四川比民調 他死得更快 那對此說法黃國昌則回應說 自己是民眾黨立委 現階段他會做好自己地方服務 還有國會改革的工作 謝謝他們的邀請 我現在是台灣民眾黨不分區的委員 黃國昌是否加入國民黨成為討論話題 原來是因為藍營議員劉彩薇這段話 贊成黃國昌委員加入國民黨 一起來比民調 在細緻的表現 其實也讓大家有蠻多的職業 比民調的話我想一翻兩瞪眼 劉彩薇開出反昌第一槍 畢竟黃國昌佈局新北動作多 先前更平平和新北市長侯友宜同臺 甚至拍照時也要記憶通框 見指新北市長大衛似乎還要藍營相助 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如果國民黨的這個黨公職 覺得我們民眾黨的母雞 可能的母雞很強的話 也歡迎他們可以加入民眾黨 你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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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黨立委員黨團主任 陳志涵再補刀國民黨吃豆腐 而黃國昌繼續站穩立場 只不過過去他率民眾黨和國民黨 藍白合作 強推國會改革法案惹民怨 黨主席柯文哲還發出黨員信 喊話支持者廣發國會改革正確資訊 被解讀要搶回主導話語權 也讓前幕僚無盡一開酸 柯文哲如今喊話小草開戰 但蔥已經比小草多 柯文哲黃國昌之間是否競爭矛盾 也成各界關注焦點 三十萬一選好長